嗨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一根 我今天剛拿到的新包包 然後我已經期待很久了 然後這個包包 然後我今天一下班就找一跑去拿 然後他袋底很大 箱子很大 但是我比較喜歡他們以前咖啡式的箱子 然後呢 打開 這邊是他們的防塵袋跟包包在裡面 這個是他們今年秋冬 world tour的collection 然後我買的是neverfall 其實我也很喜歡他們那個小背包 但是那個我現在還在waiting list 不知道買不買得到 然後我覺得很喜歡它是monogram配著黑色的手提 然後他們數字也是皮的 但是現在握起來就是覺得好像是塑膠塑膠 不過我看很多人說這個是皮的 然後用久的就是也會軟 然後覺得也比較舒服 那我現在也沒有特別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覺得他們這一次做world tourcollection用這個 sticker patch非常可愛 我非常喜歡 因為平常他們這個印花啊咖啡是我就覺得有點單調 然後你配上這個彩色的world tour的這個sticker patch 印上去的就覺得可愛很多 然後呢他又配黑色提拔 這個combination就這個組合我就很很愛這樣子 然後裡面呢還附一個小的 然後他們的sticker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本來還希望他們是不一樣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有不同的sticker了 就是不同的patch 因為他有一些是沒有在這個neverfall上面的 像很多人很喜歡的那個flamingo那個鳥 不知道叫什麼鳥 然後他那個粉紅色的一個patch也很可愛 那我覺得他裡面附了一個小pouch的話 就是這小袋子就很划算 因為你可以單單的就使用這個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我把它這扣起來的話 你可以平常出去就好像一個手拿包這樣子 很可愛 然後呢他這個拉鍊打開就裡面就跟平常的neverfall是一樣 就是黑色是紅色的 然後呢這個裡面這樣 然後有一個小袋子 ok 然後這個world tour這個也一樣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是紅色的 然後裡面是紅色的 然後你有一個這個拿鍊 好 然後呢你可以把它 我看很多人喜歡這樣用 但是我因為我還好我覺得這樣飛也很好看 但是很多人覺得這好像太大 喔 忘了說這個是MM size的 所以很多人他就喜歡把它這個折進去 以後呢 這個可以拉上 就是把它弄緊 然後就可以縮小一點 然後就可以縮小一點 這邊一樣 那很多人就覺得這個world tour好像比較硬一點 但是我是覺得還好還是可以折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背這個樣子 好看嗎 然後我跟你們講我最愛的sticker是這個 Paris的 上面寫Paris不好意思字是反的 然後又有粉紅色 那我對車子就不感興趣了 然後這個我也很喜歡這種 這兩個是我最喜歡的sticker 然後他這個world tour collection呢 我是網上看到的就是他們說是因為 Ruby Town他的孫子他很喜歡到處旅遊 然後他每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在那個旅館就會收集那個旅館的貼紙 所以他這上面呢 他就會把那些貼紙貼在他的luggage上面 他就會貼在他的行李袋上面 所以 所以呢 他就用那個想法 就把這個world tour collection做出來 就是有點像說是world tour 到世界去travel的時候 收集他們那裡的那個sticker 所以貼紙 然後所以我就很喜歡他這個 這個concept 這個idea 好 謝謝你們收看 然後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再問 喔 這個我在美國買 他標價是1570塊 所以如果你的粥還要再加水 像 你就要再加上水 所以還沒有還沒有算稅 以前是1570塊 他比平常的neverfall貴了 好像是300塊左右吧 喔 呀 謝謝你們收看囉 有什麼問題你們在用我 在下面跟我說 然後我就會回答 好 謝謝 掰掰 掰掰